好,那各位我们接下来要来到课文的最后一段 OK,in summary,来同学这个先画起来 刚好呢,在同学把目光看在左手边 这里有一个discourse focus 那这边他问的是什么 他说which transition phrase signals the conclusion in the last paragraph 这文章中哪一个转折词呢 它意味着最后一个段落,这个结论的地方 OK,各位,in summary,这里的答案就是in summary 通常呢,在文章中的最后一段开头 常常会出现一些特定的转折词 例如in summary,还有我这边列的to sum up,to conclude 或者是all in all,或者是in conclusion 同学你都可以写起来 这个都叫做总结来说,OK,或是结论啊 总而言之啊,之类的 通常会放在最后一段的开头 我们就可以知道作者要做结论了 根据他前面论述的概念 那通常结论句呢,我们会谈到的一定就是 把前面几个段落的重点呢,浓缩起来 尤其他这边提到in summary 就是要再把前面东西用简单的句子再说一遍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City planning is complex and it is crucial for well functioning of cities 那城市的规划呢,其实是很复杂的 而且呢,他对于城市良好的运作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be crucial for 跟好像第一段还是第二段有出现的be critical for 其实是一样的,同学你可以写来这边be critical for be crucial for 代表对什么什么而言是重要的 所以对于城市良好的运作是重要的 那这边接下来的几句他就分别对于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提到的教育医疗啦 还有交通呢,分别用一句做简单的在要 首先equal access to quality education is likewise essential 首先呢,有品质的教育呢 平等的获得这个有品质的教育是必须的 OK Rapid access to vital health care services such as hospitals and first aid is equally important as least can mea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ife and death in emergencies 他说快速的取得这些重要的医疗保健服务呢 例如医院或者是急救等等也是共同重要的 因为这代表着在紧急状况的时候是攸关生死的 那这边呢,其实你有没有发现access一直出现 那这边要特别提醒同学后面他搭配的介细词一定要是to 这里的to是介细词 我刚刚前面好像没有特别去提 他是介细词哦,我如何判断他是介细词 你看他后面接的字都是名词类的,例如quality education 然后还有这边vital health care services OK,所以快速的取得这些 医疗保健服务呢 例如like such as通常不能独立存在 他一定要接在名词后面 而且他后面能接的一定不是指句 一定只能是名词类的字 所以such as 它通常出现在句子的结构会长成这样子 前面会有名词,后面一定也是名词类的 或者是动名词 OK吗? 例如医院啊,或者是急救等等的这类的医疗保健服务 他们也是同样这样 因为它代表着difference between life and death like life and death 同学可以画起来 那可以补充这个片语在旁边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这个叫攸关生死的事情 OK,攸关生死的事情 OK吗?好,再来 finally,OK,an effective transportation system makes life for residents easier and less stressful OK,他说有效的这些交通系统呢 也会让居民的生活更容易 而且没有那么有压力 less stressful 各位,less后面常会接原籍的形容词 来表达叫不怎样 是一个比较及的概念 那这边老师要补充的 让大家比较的是两个形容词的差别 第一个是stress加ed 第二个是stressful加ful L结尾的这两个字 你查的字典 他都跟你说有压力的 所以有时候在使用上面 同学就没有办法去很清楚的分辨 stress加ed 通常的形容是人 有压力的 所以例如 我最近音乐段考 the final is coming so I feel stressed OK,段考要来了 所以我觉得很有压力 I feel stressed OK,那stressful 通常指的是事件 某个事件 有压力的 有压力的 例如考期末考 这件事情是有压力的 taking the final is really stressful OK,所以你要去特别注意的是 如果是人 我就加以d 那如果是事件 我就是ful 那你看这边 它指的是什么呢 居民的生活 那这个是属于 不是人吗 居民的生活 比较没有压力 OK 好,再来往下 while these three components require careful long-term planning require 这边可以替换成take 需要花费的意思 虽然这三个元素 这里的components 元素 那你也可以 或者你可以翻作组成要素 然后 有时候也可以替换成elements while these three elements 所以的while就是although 虽然这三个元素需要非常仔细以及长远的规划 their importance to a city's success cannot be overestimated OK 但是呢 他们一个程式的成功 他们的重要性 这三个元素的重要性 是不能被 cannot be overestimated 是这一刻也蛮重要的句型哦 不能再被高估了 照字面翻叫做 不能再被高估了 意思就是 不能再被 再被高估 再被高估也不为过 或是再被强调 这边写中文 在 也不为过 好 各位那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这个概念呢 来 这边老师有右手边 这边 cannot be 后面如果出现一些动词 例如老师这边列的另外两个 over emphasized emphasized叫强调 所以不能再被强调了 意思就是 再被强调也不为过 cannot be over exaggerated exaggerated exaggerated叫夸试 所以不能再被过度夸试的意思就是 再被夸试也不为过 所以各位这三个动词啊 over estimated over emphasized over exaggerated ok 照字面上感觉都是否定的概念 但是套用在这个句子里面 照字面上 但是你 他其实是反过来意思 就是要告诉你 这件事情呢 再被强调 再被跨失 再被高估 都不为过 意思就是 非常非常的重要 ok 这样可以吗 好 那这边老师画了这个箭头 是要跟你说 long term 他的反译词 其实是 short term 好 你可以写起来 好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课文就讲到这边 那每一段都有非常重要的细小细节 那同学如果在聆听的过程中 觉得有哪里不清楚的 务必要倒带回去重复聆听 那如果觉得老师在某些概念上面 可能没有讲得特别清楚 那也务必要去询问学校的老师 以及同学 那如果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讲到这边